HELLO 了四季 天天真有個新 大家好 我是Leon 今天要來看CC人隊上敗暫停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先看一下紅放是選擇敗暫停 是這位我們的台灣職業高手 Z40 那Z40呢他是我們目前 職業隊裡面的分數最高的一位選手 那Z40的風格他的打法也比較像VIPER 算是全方位的選手 戰術的話不見於不太會有限於一些招式 而是全方位的練習的那位那種感覺 有點像VIPER的味道 那他最近呢遇到了蠻多高手 最近連這個越南高手宋宋應該是第二強 那宋宋在之前的國家盃比賽裡面 好像有作弊事件發生 導致他好像被永遠禁賽 那他最近好像又回來玩世紀立國的樣子 那剛好這場就遇到他了 好那我們就來稍微講解一下 霸佔庭人這個文明吧 那這個文明呢最大特色是他這個 垃圾兵很皮 而且建築血量也很多 那垃圾兵便宜除外呢 連這個駱駝也有這個25%的費用減免了 所以到了後期或中期 這個霸佔庭人呢也很適合出駱駝 來抵抗對方的遊俠 或是一堆騎兵部隊的騷擾 那後期的打法呢主要都是以強弩為主 還有這個霸佔庭聖騎兵 還有垃圾兵為輔還有火炮這樣子 加一些火槍 都是霸佔庭都比較常見到的一些後期方式 那霸佔庭人呢他的這個後期來說 也比較特別的打法是 因為他帝王時代很便宜 所以有一些戰術是 單TC速帝王打強武的一個戰術 那這個戰術的話 在一些套路來說 或是對於一些 新人來說比較會有殺傷力喔 但我發現最近的高端場 已經很少在用單TC速帝王 霸佔庭這個方式打法 勝率好像變得比較低一點點 大家都比較會擋住這一招 所以這個招數最近很少見了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獅血蟻人 獅血蟻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一開始會送100石頭 而且廖王塔被陳柔給取代 那陳柔呢 本身是一個血量較多的 這個單位喔 不是單位 建築物 那這個建築物呢 設的箭矢數量也很多 而且攻擊力也不錯 那希希蟻人呢 後期呢 都常常是打這個鎖子甲騎士 配上這個薩金特衛隊 那薩金特衛隊呢 本身就是近防 都是三防的 近遠防都是三防的 所以後期呢 這個獅血蟻人的單位喔 都是非常坦的 不管是出騎士啊 或是步兵單位喔 這個防六 都是非常厲害的 好 那獅血蟻人呢 還有這個 強大的第四十字軍中針 所以有些招式呢 都是直接 蓋5TC 然後補下第四十字軍中針 然後做防守 然後後面轉出自己的鎖子甲騎士 這個流程呢 是比較適合 邊農 邊打邊農 然後 再直接用這個 薩金特衛隊防守 然後再直接農到地龍時代 然後這樣突然轉邊喔 會讓最初打個措手不及 好 那 我們先稍微解釋一下 這支影片喔 早上有發過一次喔 但是 早上那支影片不會動 因為最近我們影片風格 即將來大改了 所以呢 我改了一些格式喔 才發現那個錄影軟體 沒有動啊 前面幾分鐘有動 但後面不動了 我完全沒發現喔 那我們接下來 就要來看一下 這場比賽 那這場比賽 來看一下這個地圖 地圖的部分 金桓在右方 那左邊有石頭 這邊有石頭 而且小金桓也在這邊 那這邊很適合這樣這裡圍喔 直接圍到底喔 這裡還有懸崖 那這邊也是喔 石頭在正上方 這個就比較尷尬 雖然但還好啦 石頭的話後面還有一塊是能接受的 那右邊的地方的話 這個金桓在右邊就比較麻煩了 這可能會遺漏在外處 所以可能要直接這樣大圍喔 這個圍的有點大 所以不太好圍 那可能要做成城鎮中心聯訪 這樣子稍微圍一下 那這邊插個城樓做個防守 那這張地圖的評分喔 目前是看起來至少有60分合格 那60分合格的原因喔 是因為這邊的金桓是在高地喔 如果這邊能插城樓的話 防守來說也比較簡單一點 而且威力也比較好 那裡面這邊TC連防的話 消耗成本喔 也比較不會那麼的多喔 就是為家的這個時間啦 還有這個建築的成本喔 就是比較少一點的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Z40 那Z40的地圖就跟 西西里好像差不多 這邊也是超微圍出去喔 稍微圍出來一點 這樣子摸字形 圍過來 這邊也是摸字形 稍微圍一下 圍一下 而且這張地圖看起來不錯喔 至少有七八十分喔 因為它有三片木區喔 而且礦產 算比較前面一點啦 所以也算幾個啦 六七十分剛好幾個以上 好這邊兩邊互打 但是目前Z40是已經先升到封建時代的關係 刺頭攻擊比較高 直接抓掉了送送的刺頭 這邊送送有點虧喔 好 結果送送是直接往下圍 然後 這邊裝甲步兵 有機會抓到 好 來看一下這邊的 攔截 OK 用一隻裝甲步兵在前面卡 有沒有 這個有點像MIPER的那個味道 呵呵 這個秀的很不錯啊 好 裝甲步兵再繼續走過來 好 這邊要怎麼做呢 砍魔防 OK 砍魔防的話也不錯 直接收掉一百目 好 那魔防跟防止的防護率是有差的 你看這個 封建時代的防止是負以防禦力的 建築物的話是易防 雖然魔防比較坦 但是它的造價是比較貴的 雖然跟防止血量差不多 所以只要一能 抓到一個魔防的話 就很賺 好 但是對方想要偷偷過來圍 但是 直接被 D40過去打了一下 我覺得可以繼續砍 把這個魔防給砍掉就可以了 好 這邊兩邊都在前壓的時候 做一個偷圍動作 趕快圍家 好 這邊看到 想要過來修 還是急嗎 直接砍爆 好 再繼續護打 被砍了幾刀之後 爆血 拉回 揮趴 這個是我也揮趴 太痛了 終角步兵 好 那謝謝蟻人呢 這邊還補下了 一級射 那如果有一級射的話 待會毛兵 就會有比較好的射程 操作空間會比較好 那為什麼不出工兵呢 因為工兵需要黃金 現在挖黃金風險太高了 好容易出去開礦場 然後裝甲步兵過來又繼續騷擾 導致自己經濟爆炸 哎呀這次要再死一村了 沒有喔 這次沒有卡到喔 結果自己損失一隻裝甲步兵 伺候也殘血了 那這邊伺候趕快跑 哎呀怎麼回頭了 好這邊裝甲步兵送掉 有點虧 好 封建實戰應該大致上 就是這樣度過了 待會就這邊 就是要瘋狂撒農田 大概撒到12-13片農田左右時候 就可以開始喔 去蓋這個金礦 好這邊小公看一下 能不能撒到一村 哇又一村 這三隻小公立大公啦 配上裝甲步兵的聯繫傷害 哇直接拿下三村的優勢 Z40好猛啊 送送被打得太慘了吧 而且他這邊前期有 DC 這個TCDelay 好像一開始有在發呆的樣子 村民差距有點大 哇差了六村的差距 送送這還能打嗎 好來看一下這邊 西西的戰術會怎麼做 好先把家裡下面圍死 然後小微 稍微城市中心連防一下 後面這個大石牆也補了 哇直接補大石牆 那石頭直接棄手 不挖 好 DC影的這邊打法是出了小公 那我們剛剛開頭有講 就是半戰艇很適合打強弩 還有這個樹地龍戰術 所以攻兵看一定是沒問題 當然這邊也可以考慮再補個馬舅 待會可以打個城堡時代的騎士 稍微出來擋一下 然後打個騎士轉個駱駝防守也可以 所以這邊補個馬舅 做個選擇也不錯 好那這邊農田已經補的差不多了 好大概13片田了吧 1315片田 好主要 好這邊打算要指導15片田 然後才出去挖金礦 那金礦在後面挖了啦 對阿13片田左右就要開始挖金礦了 OK這邊開始挖 好這邊有一隻小公探圖被抓死 被這個獅子咬死了 好那DC這裡果然補下了騎士 好這邊稍微圍一下 好那西西里這邊補下馬舅 主要是因為西西里雖然 城堡時代沒有鎖指甲 但是他本身就有這個陸地傷害 得外傷害解憶的效果 所以一開始就很適合 城堡時代打雙馬舅 打這個騎士暴 好讓對方一直承受自己的騎士傷害 而且騎兵解他也不太好解 好後面再補下一個修道院 去補自己的騎士的血量 一直做交換 這樣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好發展請這邊 這邊Z410隻奴兵 強射上高地 直接棄手主金 雙雙這邊打得比較保守一點 主金直接棄手 連城堡都不差 哇這裡農田直接被射掉三片喔 有點虧喔 第四片 哇賺了240目 好賺 但是西西里這邊並沒有打算 出... 戰毛病的升級 還有這個... 騎士的升級也沒有升 第四零是出了一隻駱駝 一隻騎士 然後再補了兩隻騎士 加一隻駱駝 繼續前壓 後面出了一台通車 開始都跟外圍的建築物 但是這邊有太頭的車 要有點小心 那就要看一下 第四零前線下修道院喔 要不要再補一個 就俗思想 可以著想對方的工程器 好 送送這邊出了一隻生女 直接應招 找了一隻駱駝 趕快爆砍一下這個工程器 然後再繼續補下傷害 把整隻生女給解掉 好這邊再直接衝進去 抓了一波 第四零這邊非常的賺 送送這邊經濟有點爆炸了 但是衝一出確實差不多的 剛剛Z四零這邊好像印出騎士跟駱駝的關係 有一點斷肉 那邊是雙馬舊嗎 單馬舊而已 OK 單馬舊一直出 騎士跟駱駝 瘋狂爆兵前壓 然後衝車繼續往前頂 駱駝可能會被招走 哇 Z四零運氣太不好了 這兩隻駱駝基本上都是被順招 其實有點虧 這邊頭車 砸衝車 衝車可能要先撤 好 謝謝李聖聖這邊該怎麼應對呢 後面還有一對生女 這個駱駝跟騎士在騷擾 當然血量都殘掉了 生女沒有打算往前 就去守在正面的位置 沒有想要離開 Z四零這邊有點困擾 現在其實不知道該怎麼打 那如果不知道怎麼前壓的時候 就是開城駱駝就沒錯了 而且畢竟也看到對方 裡面竟有開了 自己再不開的話 經濟會落後太多 這個就是打強軍事的時候 你要適時的去開出自己的城駱駝 不然你可能 從頭到尾都強軍事 然後就很容易經濟就跟不上對手 這是一個蠻大的一個問題 邊打邊農 才是這個遊戲最困難的地方 好 這邊毛邊跟騎士直接送掉 車漲了一發 又殘血了 這個衝車可能要找人修一下 後面這隻村民再拉過來修 好 我們來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這個救贖思想 果然補下了 這裡二級木比較晚補 但還能接受至少有技能補 千萬不要打到忘記了 就是打到帝龍世代才發現二級木沒有補 哇 那真的很虧 好 這邊招一下軍營 用自己的救贖思想招搶對方的 好 投資器 建築物招一招突然招到投資器 投資器果然被招走 好 然後後面反投 投車 啊 結果投車被反投 DC這邊操作有點太心急了 想要投對方的村民 確實第一反應也是要該這樣做 好 松松這時候在外面偷蓋了兩棟城的東西 像是5TC開農 巨農的那一種 好 這邊可以蓋一棟城堡 那這邊不太知道要蓋哪邊的感覺 我覺得可以蓋在前線 前線這邊擋下 或者是在裡面蓋 然後蓋這個高地 那如果蓋這個高地的話 就要棄手城鎮中心了 好 Z40這邊 駱駝的數量有點多 畢竟它駱駝很便宜 好 蓋在下方的位置 喔 這個位置還不錯 可以空到這個主金 稍微空到而已 但至少這個碗 蓋的位置算是相對安全 而且CC也能城堡 蓋的速度有增加50% 比這個西班牙的蓋建築物還要快 所以蓋城堡很快就防起來了 好 這邊蓋一棟城堡之後 Z40要直接衝進去了嗎 但是Z40這時候卻沒有發現 它就會外面偷了兩棟城鎮中心 這個通常是什麼 我們現在這把槍會看到的戰術喔 偷心礦 偷礦 偷礦 這個人是偷礦物 偷了一個S 結果Z40沒有在尋喔 他是專注在進攻當中 這個比較少遇到啦 這個真的有點難防 但是如果Z40這個時候有習慣去插哨塔的話 應該就會看到 那他就不用一直強攻這裡喔 開始進攻這個地方 送送就會蒙獸這個經濟的損失喔 非常大 但是春雨術目前還是領先的 因為送送這個打法 他最大的一個弱點就是 他沒有兵可以擋 他的兵其實很少 只有三隻駱駝 五隻毛兵 三隻僧侶而已 基本上都是用僧侶在抵擋的 還有這個城堡 這邊 喔 終於看到了 從車看到了 謝謝 喔 福效銀貫了 第一次十進東征 第一次十進東征 點下之後呢 每個城鎮中心 都會產出五隻薩金特衛兵 那這個薩金特衛兵呢 就是進防跟遠防都非常高 我們開頭講到 那這個能力呢 讓他前起可以抵抗對手 進防各三 然後血量75滴血 還蠻坦的 好 這邊從車直接被暴打 OK D型在高低補下了移動城堡 好 點下帝龍斯袋 巨型洛斯基可以趕快產出 好 這邊看到從車被打之後 拉雷一頭弩兵過來 但薩金特衛隊好像跟弩兵錯過了 好 這裡面拇指環 設施點歪 好 高地偷挖礦一下 好 高地偷挖礦一下 好 謝謝這邊來到了116村 補下了護衛技術 現在有25隻薩金特衛兵 其實防守效果還不錯 還要進攻嗎 這邊點下帝龍斯袋 薩金特衛兵過來 指尖強貼 有護衛技術 跑得很快 你看 射起來很不痛啊 人家只有惡反而已 就已經射得很癢 這邊奴兵射一下只有兩滴血 他已經5防了 OK 這邊還直接裝承能中心 這時候GC已經看到這裡還有另外一棟承能中心 應該傻眼了 哇 然後聰聰在後面這邊又圍住 讓奴兵沒有後退的機會 直接全部送掉 好 這邊駱駝也直接來抓 這邊蓋城堡的村民 OK 聰聰想要把自己的城堡給鞏固起來 這塊主經的位置 好 聰明這邊送到牆奴 好 那肉有點不太夠 經濟沒有很好 107吋 不能躲技術 OK 這邊砸一下 哎呀 最後被後面的城堡給射掉了 這件事情這棟投射比較晚出喔 應該是因為黃金太少 還有點強奴的關係 那三級射現在也是窮到點不下去 好 對方薩金特衛兵已經走了過來 那駱駝跟殺金特衛兵打駱駝是會比較虧的喔 雖然駱駝起直上來說是有優勢的 但是防禦來說是天差地遠 駱駝本身就沒有什麼防禦喔 OK 這邊殺金特衛兵持續後撤拉打 OK 這個奴兵可能會送光喔 這個如果包起來打就完蛋了 這邊趕快來收一下收到城堡裡 這個巨頭應該是跑不掉了 現在還有一些奴兵 16隻奴兵數量在消滅 剩13隻11隻 哇 這個收到有點慢了一拍 所以損失了非常多的數量 那駭駭這波打的其實蠻漂亮的 等一下金瑞的升級 金瑞殺金特衛兵 攻擊力11加2 然後防禦力再上升一點 雙防在這個加1 等一下三級反甲之後呢 還可以再補下一防二防 所以他的禁防是禁防7遠防8 非常坦 比這個哥的衛隊遠防差2而已 但是他禁防 比哥的衛隊坦上大概有兩倍了 還是一倍 大概一倍而已吧 坦上一倍吧 那血量部分有85滴血其實還不錯 好 均勻頭斯基因開始拆 這隻臭魚怎麼還在打 幹這個臭魚好像並沒有發現嗎 這個怎麼又把薩丁特衛兵拉走了 唉唷看到了 還以為他可以用拳套打掉耶 好 這裡薩丁特衛兵到後面 偷偷拆強武的建築 但不拉一隊過來解可能解不太掉 防禦史萊太坦了 好 這裡終於補下化學 補下化學之後就稍微能解了 這個薩丁特衛兵 好 有了 讓他有開始比較明顯增長 他看起來是有點癢 OK 後面還要補下一個城門 所以對方沒辦法馬上就入行進去 好 對方正面又直接開打了起來 這一波包裝還是打得很漂亮 雖然這裡有蓋車們想要阻止對手直衝 自己的巨頭 那這邊薩丁特衛兵 屠殺掉了非常多的強奴 強奴好猛啊 直接全倒啊 好猛啊 猛到倒光啦 哈哈哈哈 倒存一片 薩丁特衛兵這邊無雙城堡 不是他 直接到處亂竄 好 但好消息是右邊城堡還是打掉了 好 強奴後面解光之後又回來 但是自己的強奴數量也剩不多 只剩少量的17隻 稍微拉打的話還是有操作空間 但是能打的感覺 是不多的 可能還是要出這個 半陣型射騎兵 因為這個半陣型射騎兵 打步兵傷害 是額外增傷的 不是看他防衛力的 所以 打起來了 是比強奴更有用一點 不然就是要再配點火槍 不然 只靠強奴的話 威力沒有辦法打出非常高的傷害 但火槍就可以了 但火槍的確定就是射速低 但是配上強奴的間接式 這個傷害輸出的話 可能會更好一些 好 這邊斬除了一些火槍 但前線沒有城堡 集結點再繼續往前射會有點危險 好 那城樓現在來到地龍10代 他已經變成 射程是 兩發箭矢 應該是三發 1加 N加2 N加2就是3 N1 OK 果然是三發箭矢 他箭矢數量很多 然後變成2加4 裡面有非常多的村民在裡面 所以就是城樓比較厲害的地方 一般金塔只能塞5個人 然後城樓可以塞到10個人 但我記得好像7到8個人 就是他的城樓的 箭矢增加數量最高上限的樣子 好 這邊有出生旅稍微鼓一下血 右邊這塊區域經濟一直補 但G140並沒有把城堡直接補在這個位置 讓我有點意外 就是可能偷偷下後方 補在這個高地 偷射這裡 動城堡 他可能就會被對方發現吧 好 結果在前線偷挖金礦的聰明 直接被抓包 薩金特衛兵直接往前衝了 這時候CC已經點下屬指甲升級 重裝騎士 還有二級仿品種開始在升 哇 這個拉打 還不錯 火槍射擊就有感了 但是 不拉打的話可能會被收光 哇 真的不拉打 雖然薩金特衛兵也是損失慘重 但這一火槍送光更虧啊 人家薩金特衛兵很便宜的 黃金需求量更少 正面直接亂射一波 想要直接拆掉對方巨頭 但是有點太困難了 這跟城樓插得很好 好 右邊這邊挖水的村民全部被抓掉 D40的村民處已經開始落後了 現在是151村打125村 村民落後25村 經濟上沒有到非常好 你看這個都沒有經濟庫存資源 雖然他是把所有的弱馬全部按掉的關係 但弱馬打薩金特衛兵 怎麼打都是一滴血啊 因為你是7攻青旗兵 人家進防就是7點了 你其實是點1攻喔 也是打1滴 你點2攻才是打2滴 所以 霸蘭婷出青旗兵打薩金特衛兵 其實有點 很痛苦 一定要出這個霸蘭婷勝旗兵來打才可以 好 那也是對手歇歇歷人 也是轉出青旗兵來打 正面巨頭司機開拆 好 騎士跟青旗兵上來硬貼 強奴稍微拉打 火槍兵要後撤 不然這個會打得有點頭破血了 這個阿爸在收城堡呢 青旗兵又貼上來 繼續硬幹 也是會損失一些強奴數量喔 沒有人要後撤 後面補下更多 但是這時候鎖子甲騎士已經到了前線 十二加四 遠防八 近防六 還有額外傷害的減免 這就是 新西里的重裝騎士 看現在數量不夠 夠多關心 新西里紅進不夠 要跟新西兵 跟重裝騎士混得出 好 結果最後城堡掉了 就來看一下這邊要怎麼打 城堡掉了之後要幫他後撤呢 每次就去潛壓呢 但這邊後撤的話要轉出擊兵 可能需要一點黃金跟支援升級喔 但目前Z40的黃金已經乾了 零金狀態 但是對方騎士還在噴 黃金庫存還非常夠 送送的巨頭也開始往前 鎖子甲騎士爆打一波 Z40這邊轉兵有點來不及 打出了 GG 哇 Z40這邊 非常的 尷尬 他的配兵策略喔 對他前期的戰術來說是非常有效果的 但是薩金特衛兵配上這個鎖子甲騎士喔 讓強弩跟火槍到後期的影響力喔 就下降了非常多 真的是需要出到疾兵出來擋 但是疾兵出來擋之後又遇到薩金特衛兵 也會把這個疾兵給尻爆 所以 拜登庭這邊唯一的解法喔 可能是只有出這個 拜登庭聖騎兵喔 加上大量的垃圾級兵喔 會比較好打一點喔 那 級兵配上 駱駝 還有 拜登庭聖騎兵 喔 這個組合 可能是會更好一點 解這個西西零的組成 但拜登庭這個組合呢 要花費非常多的黃金投資喔 才有可能打得贏 可能就是一開始就不能打強弩了 強弩可能就不能直接升上去 可能升到弩兵 喔 強弩就不升了 然後開始轉兵喔 就直接轉成駱駝啊 或者是 轉出火槍就好了 就槍目標升 三級射可以考慮不升 然後直接去升火槍喔 或許是一種另外一種選擇性吧 那我覺得送兵這邊打的最好的地方就是 挖了石頭之後前壓城堡 守住自己前面 後面也守住 然後三棟成人中心開農之外呢 後面再補下另外兩棟 兩棟補完有一定的肉量之後 再補下第一次死雲龍陣喔 那補足他中間的戰力空窗旗喔 那我覺得這是西西里的一個很好的一套打法 那轉完十一龍陣之後 三更地龍時代 你可以直接轉成縱裝鎖指甲騎士喔 這些都是西西里非常關鍵的一些科技喔 那送送都是完美的運用了 而且他這些肉量也沒浪費喔 直接全部轉成輕奇兵 做一個潛壓 這些都是西西里的一個蠻好的一個轉拼方法 好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呢 是由Z40這邊拿下黃金跟石頭的勝利 但是肉量跟木頭是明顯不夠的 因為不竟松松一開始喔 石頭跟黃金一直被壓制住 沒有辦法去挖 都是被Z星給挖走 但是他的肉跟木頭 這個基本素的材料 這個資源都是非常多的 所以讓他前期可以迅速的發展 然後後面也是打了150吋戰術 這個資源經濟量 可以讓他遠遠不覺得一直噴出肉馬 還有這個木頭 造成後面的這個逆轉勝喔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有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會不會贏 發揮手說 我們會不會贏 我們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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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